汉武帝时期有一个极案很传奇 丙这个姓挺有意思的 它和嘉义丙丁的丙有关系吗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晋 吉 丙 弥 松 晋这个姓应该不是个大姓 但是很常见 我大学的许多老师就姓晋 晋不算大姓 但是来源复杂 而且分布的也比较 我们讲分布的比较散 它不像别的姓会聚聚在一个地方 在历史上 金姓的名人也非常多 我看百家讲坛 这次姓氏征集都是一些不太常见的姓 我对吉姓有一点了解 看武帝时期有一个极案很传奇 不知道钱老师有没有讲到 当然要讲到了 因为极案是一个太重要的人物 在历史上 大家都很关注 讲极性的时候 不可能不讲到极案 但是极性来源不太复杂 它在今天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 丙这个姓挺有意思的 它和嘉义丙丁的丙有关系吗 是不是一个老祖宗 是这样 汉字就非常的妙 有的时候你发现两个字 有一部分字形是相通的 我们往往就会联想到 他们是不是有共同来源 秉性人口不多 很少遇到姓这个姓的人 我看钱老师的百家姓 说到很多改姓的情况 我觉得松这个不像是个姓 是不是也是改姓改的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之 静 吉 丙 米 松 静姓的源流相对多一些 比起我们前面讲的这几个姓来 要稍微多一些 源流一出自米信 根据封书通和通知的记载 静是春秋时期在处地的一个小国 是楚大夫的菜意 楚大夫静上之后 那么子孙当然就姓静 他这一支的望主 后来略微有点北上 他就静上之后 居住在西河郡 也就是今天三西省芬阳这一带 这是第一个来源 第二个来源源于匈奴族 那么匈奴这个民族 现在没有了 融合掉了 在古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 对中国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 都发挥过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么五湖十六国时期 南匈奴 后来匈奴分成北匈奴 南匈奴 南匈奴当中 有人就以静 作为自己的汉性 匈奴民族当中 静氏一族 后来还出了一个人 叫静准 曾经自立为王 所以还是很有力量 原流三 原流三 记载不详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 在历史上 有诸性 改静性 还不止一次 为什么诸性 会改静性呢 有待于我们啊 进一步的去探究了 第四个原流 第四个原流 源于蒙古族的汉性 蒙古族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氏族 叫蒙哥氏 这个氏族后来当然满族也有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氏族 人口非常众多 所以后来这一支 这个部落 用静性 蒙 哥 葛 国 国家的国 还有郭 作为自己汉族姓氏 里边相当多的人 蒙哥氏 用的汉姓氏 静性 第五个原流 在满族当中 有不少人 用静作为自己的汉姓 原流六 现在很多兄弟民族当中 比如回族 西伯族 遗族 等等等等 我们都发现了静性 所以这个静性 还是一个非常多民族 这样一个姓氏 静性 最早的时期 我们发现 它主要在北方这一带 自汉以后 静是 世代居住在西河一带 形成了静性的西河君王 也就是我们讲过的 山西冯阳那一带 在此后的一千年里 我们发现 静性很特别 它好像不太厚度 这个姓氏不太好动 它不像别的姓氏那样 开始大规模的搬迁 往东往西 往北往南 特别是往南 迁西 它没有 今天 静性 在全国分布比较广 特别是河南 河北两省 静性比较多 换句话说 依然带有明显的 北方姓氏的特点 在历史上 静性的著名人物 我想给大家略微介绍几位 一个就是静性的始祖 静上 他的生年不太知道 但是他是在公元前311年去世 这大概我们敢讲的 是楚国的臣子 今天湖北江陵这一带的人 淫度那一带的人 楚怀王18年 当时在这个历史上 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秦国派著名的张仪 来游说楚怀王 为什么游说他呢 让楚怀王跟齐国断绝邦交 那么秦国通过张仪 许了很多好处 你只要跟齐国绝交 就怎么样 后来楚怀王发现受骗了 发现秦国没有守信用 这个时候 怀王准备把张仪给杀掉 但是就是这个经上 接受了张仪的贿赂 通过怀王的宠祭 身边的后宠的宠祭 静言 张仪得以逃归 放回去了 就把张仪给放了 没有杀他 他总归觉得心里有点不安稳 所以他主动请求监视张仪 跟着张仪去秦国 回秦国 所以途中被魏国人杀死 被魏国人杀了 这个是静姓的一位始祖级的人物了 正像我们上面讲的一样 静姓是一个多民族 多元流的姓氏群体 根据2006年的统计材料 静姓排进了前200位 在百家姓里面排在第150位 人口88万多 是个不小的姓氏了 比咱们想象的要大 当然关于他的排名和人口也有别的说法 但是差距不大 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 几乎每一个姓氏里边 都有兄弟民族的组成部分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闲门中解读百家姓氏 尽即并明 我看百家讲坛 这次姓氏征集都是一些不太常见的信 我对即兴有一点了解 汉武帝时期有一个极案很传奇 不知道钱老师有没有讲到 当然要讲到了 因为极案是一个太重要的人物 在历史上 大家都很关注 讲极性的时候 不可能不讲到极案 但是极性来源不太复杂 它在今天也不是一个常见的信息 钱老师 我看资料上说 极性的来源有两只 并且大部分都在河南 都是我一个都没有遇见过 这个河南极性的多 不等于这位观众朋友 您就一定碰得上 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也许在您的周围恰好没有 也许您今天刚跟我交流 说我怎么一个极性的碰不上 没准您出门就碰上一个 这个事都不好说 极性的来源相对比较的简单 有这么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出自姬姓 皇帝之后 是文王姬昌的后代 春秋时期 周文王之后 康书被封在魏 封在魏这个地方 魏国嘛 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国君 叫魏宣公 魏宣公的太子 那就是魏宣公的儿子 居住在极 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哪里呢 今天河南省的魏徽室 称太子极 太子极的后代子孙 就慢慢的 他不姓极了 就因极作为自己的姓氏 所以极性的望主 后来一直讲 他是浦阳极氏 浦阳嘛 就是今天河南浦阳了 他的望族就在那一片 这是第一个源流 第二个源流源于江姓 是齐宣公的后代 春秋时期 齐宣公的枝树子孙当中 就他的庞子当中 有寿封在极的 齐宣公时代 那就是河南卫徽了 就这个地方 封在那里的 所以那里的子孙就以极作为姓氏 当然这一支他的望族居住在清河 也就是今天河北清河东和山东灵清一带地区 所以它是一个浦阳极氏 一个是清河极氏 主要是这两支 极性的迁徙分布啊 资料很少 我们只能说 这个姓主要分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 河南集中在周口市 路易县 生铁种巷 大家看可以那么精确啊 就周口市底下有个县 县底下有个厢 那个厢是今天极性的聚集区 同时我们还知道 安徽淮远一带 以及东北有些地方 也有极性的分布 极性 当然算不上 人口众多的大型 但是在历史上 尤其是古代 还是出了相当多的可圈可点的人物 即二 汉武帝时期的大臣 史记对他有所记载 讲到他说性格非常的巨傲 不太讲理节 好游侠 上气节 是当时的一个民事 为官以清静之名 他当官反对扰民 让老百姓安静就好 在井地的时候 当过太子洗马 这样的一个官 在朝廷上 以严正著称 武帝的时候 曾经去政绩灾民 曾经出为东海太守 民生非常响亮 受到皇帝的弃作 后来被召回朝廷 汉武帝称之为设计城 什么叫设计城 天下设计 设计城 就是天下非常重要的大臣 是国家要仰仗他的这么一个人物 不过呢 他的性格因为前面讲到过 非常的俱傲 也比较的激烈 所以他经常泛言直见 经常要禁见的 不管这个皇帝脸色 所以后来得罪了皇帝 结局是因为他主张与匈奴和亲 那么我们知道汉武帝当然不喜欢这个 因为汉武帝是对匈奴大势佣兵的 后来就被汉武帝疏远 这个人物在史书上留下了他的痕迹 那么对于即兴这么小的一个姓氏来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姓氏现在还有明朝的穆克活字本的族谱 现在我们有些姓氏有那么古老印本的族谱不多了 很少 他还有明朝穆活字的族谱 虽然有所残缺 但是弥足珍贵了 这部族谱现在收藏在山东省和泽市图书馆 即兴有族谱在那里 关于即兴的排名 我们只能说他没有能够排进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五百位 丙这个姓挺有意思的 他和嘉义丙丁的丙有关系吗 是不是一个老祖宗 是这样 汉字就非常的妙 有的时候你发现两个字 有一部分字形是相通的 我们往往就会联想到 他们是不是有共同来源 有的时候不一定对 这次这位观众朋友 您猜对了 这两个字就是有同一个来源 这两个姓也有同一个来源 秉性人口不多吧 很少遇到姓这个姓的人 那么历史上的名人都有谁呢 我在这个讲百家姓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在历史上哪怕是人口再少的小姓 他都有自己值得这个姓是骄傲的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像秉性是个小姓 但是秉原器学就是在传统当中 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典故 秉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秉性的来源主要有下列三个来源 原流义来源于春秋的一个地名 是晋国的大府秉玉的后代 秉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陈武县的东部 今天有城市在 就有一点点遗迹的 晋国这个大府秉玉 他的封地就在秉 所以他的后代就用祖先的封地秉 作为自己的姓氏 我们要注意 后来姓秉的人 很多人把这义制边旁去掉的 也就我们现在讲到耳朵边旁 应该叫义制边旁 就变成甲乙丁丁的秉 所以这个秉和甲乙丁丁的秉 同源 是一个来源 第二个源流也是出自春秋时期 也是以封地为姓 是齐国的大府秉主的后代 那么这个大府他的封地 也是这样一个在秉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在山东 不在我们前面讲的河南 地名是一样的 他的后代就姓秉 这是齐国大夫之后 第三个源流出自自信 汉代有一个名将 李林 这咱们都知道 一代名将 南北朝的时候 李林的后代归顺魏国 因为李林后来没于匈奴嘛 他的后代就离开了中原 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 他的后代回来了 归顺了魏国 魏国的皇帝 接见他们 但是接见的地方 在丙殿 就在一个殿 接见他们 所以皇帝呢 就自信为丙 所以李林的后代 后来称为丙氏 原来是姓李的 主要是这三字来源 丙信在历史上如何迁徙 我们并不清楚 现在只能说 历史上出现过两个聚居地 也就是他的两只望族所在地 一只是平阳 平阳丙氏 平阳就大致相当于 今天山西 陵墳西南那一带 还有一个是鲁郡 也就是山东 池县那一带 往西一点 山东池县 西部那一带 他出现过这两个郡望 丙信在历史上 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物 比如丙甫 赵国人 这个人自小喜欢读书 长大以后 多才多艺 特别擅长于工艺制作 手工特别愿意动手 当时是战乱嘛 所以许多宫殿房屋和建筑都毁于战火 战后 警府就召集了一批有经验的工匠 仿造旧的样式 为赵国恢复建成了很多豪华的宫殿 一时名扬天下 所以丙甫是中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建筑学家 这是也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 比如丙原东汉的名是北海朱须人 也叫领取人 这样一个地方的人 黄金起义的时候 碧居辽东 所以先后依附谁呢 孔荣 公孙渡 后来归于曹操 一直当官 当过城乡征士 五官将长使 死于 跟随曹操 征伐东吴的途中 史书上 对丙原的评价叫 功旅倾倒 这个人了不起 他有轻操 他的操手什么都非常好 所以丙原之后就用了这个唐号 叫操上唐 非常崇尚操手 推崇操手 用了这个来作为唐号 丙原在历史上 除了跟随曹操的这些故事以外 他都留下了一段很有名的故事 这个故事现在的人知道不太多了 叫丙原气学 他哭着要读书 哭泣的气 丙原气学 丙原跟咱们大家都熟悉的 管宁化新 管宁化新不原来是好朋友吗 在一起读书 那么有这个当官的经过 管宁读书不动 化新要出去看看 那么大家一块在菜园里边除地 除到了一块金子 管宁 管都不管 而化新要拿起来看一看再扔到 后来管宁和化新隔席断交 这故事咱们都知道 那么这个丙原就是跟管宁和化新 并称辽东三杰 小时候很孤苦 所以呢 也就没有人照顾他 他有一天经过书舍 也就是学堂 整个私塾小学堂的时候 他就嚎啕大哭 那么里边在教书的老师很惊讶 一看这孩子怎么哭 就问他你为什么哭 那么丙原就回答 我是个孤儿 所以我特别容易感伤 我又是一个穷人 所以我也特别容易伤感 我想读书 但是没钱 老师就说 如果你真心想读书 那我就不收你钱 被他感动了 他为了想读书哭了 所以就收留他读书 这个故事典故就叫丙原弃学 在过去是鼓励孩子们 特别是出生清贫的孩子们 要一心向学 力争上进的这样一个故事 就是出自丙原 根据手头的资料 在1987年 丙信排进了信使排行榜的前500位 当时的排序是第448位 经过30年以后到2006年 我们就不知道丙信的情况了 可能别的信使的人口数增长比较快 它增长比较慢 就没有排进前500位 我最早知道迷这个信就是看三额演义 刘备有一个迷夫人 当时我对这个信就很感兴趣 这个信比较有意思 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把这个信直接念成米 米夫人 这是对的 但是这个信就起码有两个读音 请咱们观众朋友看节目就知道 我看了百家讲成的百家姓 发现几乎每一个姓氏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 我看你也很像一个非汉的血统 不知道有没有少数民族的血统 谢谢这位观众朋友 因为我一直在强调 咱们讲的是中华家姓 所以咱们中华民族有56个民族主席 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 几乎每一个姓氏里边 都有兄弟民族的组成部分 您非常敏锐 在蒙古族里边就有很多人取了米作为汉姓 米姓 但是我赶紧要强调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现在一般的字典里都这么住 说作为姓 做姓氏读米 作为一种植物 一种古物读梅 有两个读音 但是恐怕 就是做姓氏来用 也有两个读音 一个读音读米 一个读音读梅 但是现在恐怕 大家都读成梅了 它的来源就相当的复杂 来源一 出于四姓 夏王朝的时候 古代有一谜子国 这个到底读梅子国还是梅子国 我们现在不知道 这个国是大禹的后代 大禹治水 是大禹的后代的国家 那么这里的子孙 后来世代称为迷世 现在都读迷世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知道 这一支 现在反正都称迷世 但是到底怎么读 古代怎么读 现在不太知道 也就大禹之后 元六二 源于米信 是春秋时期 楚国大富的封地 春秋时期 楚国有个大富 受封于米亭 这个梅亭在哪里呢 在南郡 那么大致相当于哪里呢 今天的河南 汝南 封在那里 在他的后遗子孙当中 就以他的封地作为姓氏 但是这一支 在当初读梅 也就是河南 汝南那一带的 这个米信 在当初读梅 今天恐怕也读米了 第三个源流 还是源于米信 是春秋时期 楚国的一个官 叫佑公颖 他的官名叫这个 他的名字叫熊迷 或者也叫公颖迷 当然这个字 也可能读成熊迷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 当初怎么念 他的子孙就称为迷世 但是在古代 也是念梅世的 我们大致可以有 这样的一个概念 北方的好像都迷世 而楚国这个系统的 就是来自于米信 这个系统的 大概读梅 在古代的时候 是可以坑据读印 把这个姓氏的来源 区分开来 但是今天恐怕不行 还有一个源流 源于蒙古族 蒙古族里边 有这样一个氏族 叫胡尔森巴达 这个氏族居住在内蒙古 今天内蒙古 西林古老这一带 这个家族啊 他有一种特长 有一种职业 做一种茶点 茶点 以这个梅子 也就是这种古物 像鼠一样的 这种古物 经过蒙熟 把它蒙 要蒸 蒸熟了以后 锅炒 炒完了以后 用碾子来碾 最后做成草梅子 有点像我们的草米 或者炒面 有点像这样的 然后用奶茶来冲泡 这个草梅子 以招待客人 这是蒙古族朋友啊 比较喜欢的一种茶点 而胡尔森巴达 如果要把这个氏族的名字 翻成汉语 据说就是草梅子的意思 那么这个氏族 以这个作为自己的手艺 作为自己的职业 慢慢的 这个氏族的蒙古的朋友们 就以这个米 作为自己的汉性 在蒙古族的 以这个字作为汉性的 这个情况下 都读米 没有读梅的 圆流五 就是以这个 种这种穀物 因为这些人都种这些穀物 后来就以这个穀物 来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这一字应该读梅 因为这个穀物读梅 现在可能大家都统一读成谜了 所以在接下的讲述当中呢 我也把它读成谜 谜性的迁徙分布 我们也不太了解 能够说的是 从历史上看 谜性的郡旺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东海郡 东海迷事 东海郡在今天 山东省境内 在两汉时期 相当于山东省费县 林夷 江苏省干瑜 山东藻壮等等这一带 也就是山东和江苏交界的地方 这一带在古代 是迷信的一个旺族局地 还有就是汝南郡 汝南郡在今天河南中部偏南 和安徽省的淮河以北地区 所以历史上形成过这两个郡旺 迷信 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信 但是在两汉魏晋时期 特别是在三国时期 迷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事 我随便跟大家举几个 比如三国时期五国的重要的经学家 当过乐平太守的迷信 他写有春秋古梁传著 春秋说药 春秋汉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 还有一位 弥足 智子众 弥足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 世代经商 家里的同客 也就家里的这些 仆庸 家里的这些食客 近万人 用今天讲法 企业用工人数非常多 资产以异己 后来徐周牧陶谦 聘用他为别嫁从事 陶谦去世以后 就是这个弥足 奉陶谦的一命 迎接刘备 继任徐周牧 他和刘备关系很特别 弥足的妹妹 后来嫁给了刘备 换句话说 弥足是刘备的大舅子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显示 在1987年 弥信排在第420位 那么关于他有多少人 我们就没有进一步详尽的资料 松这个姓我很感兴趣 我知道它是来源于一棵松树 据说和秦始皇有关 对 在历史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和记载 松信的来源 就跟秦始皇 封了一棵松树为官 给了他一个官号 所以有了松信 确实有关系 我看钱老师的百家姓 说到很多改姓的情况 我觉得松这个不像是个姓 是不是也是改姓改的 而历史上改姓的情况太多 差不多我们可以这么说 绝大部分姓氏 都有改姓的情况 从这个姓改那个姓 从那个姓改进这个姓 松信当然也有改姓的情况 接着迷信的是松信 是这个姓 这个姓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 松信的起源和一个民间的故事密切相关 这个故事和秦始皇又密切相关 根据史记 秦本记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 不可一世 就带着官员前呼后拥 浩浩荡荡 登泰山祭天风散 这是当年一个帝王 要必须履行的这种职责 或者他必须要做的这件事 他在泰山祭天完毕以后 下山 下山途中遇到青盆大雨 山上又没有房子 当然没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所以秦始皇就没有办法 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一看山上有五棵大松树 枝叶繁茂 五棵大松树围起来 就像一个大房子 一个大亭子 秦始皇就跑到这个松树底下躲雨 不久雨停了 秦始皇大为高兴 认为这五棵大松树啊 护驾有功 就给了他们一个官显 叫五大福松 就给这个松封了一个爵位 叫五大福 那么当时随着秦始皇登山的官员 有些啊还没有得到过封号呢 所以就沾沾松树的逛 等于也是惨媚嘛 拍皇帝马屁嘛 你封了五大福松 哎呀我来凑个热闹 所以以松为姓 就以这个松作为自己的姓氏 同时有居住在泰山的人 后来就以松为姓 后来松氏的望族聚居在东莞郡 这个东莞不是今天广东东莞啊 是当时山东省举县 居住在那里了 这是一个源流 第二个源流 在清代的时候 满族改汉姓 如五音殿大学士松云 非常重要的人物啊 他是蒙古正南奇人 马拉特氏 但是他就用松作为自己的汉姓 源流山也很有意思 宫姓改为松姓 加了个墓子炮 大概是这个宫姓称呼时候不方便 因为过去古人很讲礼貌 比如碰到我一般要称乾公 要碰到姓王的称王公 要碰到姓公的称张公 你碰到姓公的你叫人公公啊 那你只能称他公公了嘛 所以这个公有的时候不好称呼 所以姓公的人后来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姓松 主要是这三个来源啊 松姓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松姓啊 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 他的池塘的连语 比如 秦丰诸土 下色流芳 上年 秦丰诸土 那就是讲秦始皇 丰五大福松嘛 下年下色流芳 讲的就是松云的事情 松云是北海人 性格刚烈 为一时明事 后来死于战乱 这个也是松氏家族的一位名人 再比如 我们再看个连语 文韬五略 身为波于华下 严明连干 正胜享彻当途 这个上年 指的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清朝的五音殿大学士 蒙古 正南起人 松云 文武兼备 平叛有共 所以这个是 说的是他 下年 指的是明朝时期 长廬的盐官 长廬是个盐厂 在历史上非常重要 叫松缅 陆和人 居官非常严明 这是你看 他用连语 把自己家族的著名人物 都举出来了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位 松云 松云自乡浦 他非常的廉直坦一 这个人非常的廉洁正直 不随时抚养 屡其屡却 什么意思呢 他不会去讨好 不会去厄于奉承 不会去迎合 所以他 但是很有能力 所以一再被启用 一再又跌倒 在嘉庆年间 官当得很大了 当到五英殿大学时 他一生 急握如仇 在和声面前 从来不屈服 他不卖和声账 和声当时是一手遮天 但他不卖和声的账 后来就被发配到 也不是发配 就被弄到边远地区去任职 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这位松云 在藏五年 他在西藏待过五年 所以在清代 智障历史上 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 松氏 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姓氏 但是 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 没有能够排进 前五百位 今天的百家姓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